那除了当演员呢 如今呢 胡军还是身兼这个服装设计师的身份 那我们的记者在绣场的一路跟随胡军到后台 别看胡军外形上呢 是粗织大叶的一个硬汉 那很多的细节表明呢 这个大个子啊 粗终游戏还真的有一颗绣花心 大秀开眼前的倒计时 总是让设计师神经紧绷 咱们的胡军也不例外 走去绣场的一路上 胡军都在各种见缝插针的补妆 以及风风火火的招呼宾客 而在这些前来捧场的嘉宾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可爱的雪姨王林 以及火华社社长刘烨 万事俱备 胡军终于在大家的期待下 气宇宣昂地走到美光灯前 胡军身着一套酷炫的黑色拼接皮衣 简洁却不识潇洒 今天也是一个应该可以说是三喜灵门 一喜灵门就是跟张艺谋导演 我们新的那个戏叫影 开机 开机仪式终于 终于开机了 也是在我的生日 第二就是生日 第三就是要献给大家的这场秀 原来不只是服装发布会 今天还是胡军的49岁生日 以及新片影的开机日 这波同在一个剧组的邓超 就特地前来为胡军捧场 我特意从这个中影基地赶过来 然后还去赶紧剃了个头 你知道吧 军哥是 又是他的这个 我的师哥 我很喜欢的前辈 然后我没有在一个组 我赶紧得来 除了邓超以外 陶红 梅婷 张兴奕 李阿鹏等胡军队师弟师妹们 也纷纷应邀而来 看看这阵容 都快赶上了一场 小型的中西校友会了 我们是中西的老同学了 我今天穿了一身 这个军品牌的衣服 对 衣衣 给他做一个小小的模特 以前他穿得特别花 但是现在我觉得 他的风格好像不一样了 然后就找到了一个 特别适合他 还有特别帅气的一种风格 不光是校友捧场 宋佳 黄毅 宋丹丹等艺人 也都一个个盛装出席 这胡军在圈中的号召力 可真是不小 胡军是一个 特别够哥们意思的人 只要我们彼此有事 都会招呼对方的 一场小小的发布会 吸引到了百来好人参加 胡军的好人员 大家有目共睹 而这个性格直爽的汉子 也不忘热情招呼小伙伴 有事没事 只要记得这个朋友就行 来那么朋友 好像他们都是空手来的 他们来 他们来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已经 娱乐新年地北京参访不到